司警接獲線報指8個內地男女 以坦仔南京街租住的豪宅單位作為據點 由去年開始從事非法高利貸活動 至今借出金額70萬港幣 當中有成員涉嫌非法入境本澳 而主腦和另一個成員涉嫌在2016年 因為從事高利貸活動被禁止入境後 非法再入境本澳犯罪 司警在單位裏手出手提電話 現金、籌碼和借據彈 是報酬的 請問我回答 請問我回答 請問我回答